Ayo 聊四季 鐵鐵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2B6比賽 這場比賽是有Header跟Viper 兩位頂尖世界冠軍的玩家 迎來6位1100分平均分數的玩家們 目前幹了一下 只有兩位是1200的玩家 其他都是1000分跟1100分 甚至領900分的都有 所以這場比賽算是一個蠻特殊的對決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Header選擇的是兇人 兇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不需要蓋房子 而且馬功能有這個折扣的減免 有這個城堡時代9折 地獄時代8折的優惠 後期也可以轉出遊俠跟打和騎兵做使用 由於他前期不用蓋房子的關係 所以前期的弱馬快功是非常快速的 接下來看一下Viper選擇的是蒙古 兩邊都是選擇了遊牧文明 蒙古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馬功的射速 非常快速 而且肉馬到城堡時代的輕騎兵有血量加成 所以蒙古人來說還是比較偏向打這個騎兵 跟馬功的路線 跟兇人其實蠻相似的 那他的前期經濟加成是吃這個野豬 還有這個野生動物的時候這個鹿 都會吃得更快一點 所以他前期一抱這個肉馬速度會非常非常快速的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六位挑戰者 那看到蒙古 蒙古跟Mipe一樣就直接跳過 接下來看到馬扎爾人 馬扎爾人他的文明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免費的義工技術 而且後期也可以轉這個馬功 再點一下反驅功的話 重裝馬功可以變成遊戲裡面攻擊力最高的馬功 射程也是最遠的 而且他的後期也有遊俠可以玩 後期的遊俠攻擊力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一樣 14加48攻 也不知道非常高 那馬扎爾人的後期主要是要看隊友出什麼兵 如果隊友都出了遊俠的話 自己就可以考慮出這個馬功 雖然是團戰來說彈性不錯的文明 但大部分的情況下 馬扎爾還是在打團戰來說 都是打這個內甲的部分 就是騎士國啦 後期都是會出到遊俠的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立陶宛 那立陶宛這個文明 最大的特色就是每減一個聖物 都可以拿到一點騎士的攻擊力 那立陶宛自己的寶兵 也可以獲得一攻 而且他立陶宛 本身就是無視對方裝甲的一個單位了 再加上這個一攻 這個傷害力是非常可怕的 那遊俠的攻擊力 可以高達20攻的傷害 這一點對於立陶宛來說非常強大的 那立陶宛的槍兵 也是移動速度很快的一個文明 當然他的毛兵也是 那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吃果子的速度很快 而且農田技術是免費的 而且他遊俠也有這個知名的192遊俠 血量最多的遊俠文明 所以他前期的經濟也不錯 中後期的經濟加成也很OK 出遊俠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的話也是我們熟知的 阿拉伯S級的文明 這個印加人 印加人的話 他的軍事單位的肉量減免 是非常多的 可以轉出大量兵 這個槍兵老鷹 投石手 槍隊長都很OK的 所以槍隊長是 應該說印加這個文明 在阿拉伯很難產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兵量太多了 你要燒得到他很困難 尤其是後期的部分 可能要在盡早 在帝王時代之前 就要趕快擊潰印加人 會比較OK一點 但印加人的城堡時代 老鷹豹也是蠻麻煩的 所以這也就是造就 為什麼印加人很難打贏的原因 因為他前期中期後期 算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文明 但是他的科技性是不太夠的 沒有火箱沒有火炮 所以可能會稍微落後一點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弓兵是比較強大的 因為他的弓兵有攻擊加速的 所以他是強武裡面 射最快的文明 那到了後期呢 他有這個扭力彈射器 還是什麼科技 我有點忘記了 他的精冠技術 我可以讓這個 投石車或是火炮 可以增加他的落彈的擴散範圍 所以他的投石車跟火炮 跟波西米亞榴彈炮一樣可怕 這是大回模殺傷性的單位 在團戰來說 可以像是賽爾特 或是波西米亞的地位一樣的文明 而且前期又有工兵 這麼強大的一個能力在 所以外加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表現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那看到 這邊已經下了一個軍營 MIPER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第一時間下的是馬舅 那HERA這時候也趕上來了 MIPER跟HERA的P所蠻相近的 是一個20P左右的 MIPER這邊應該是18P喔 那HERA應該是19P 剛剛看的時間喔 應該是差不多 這邊肉麻第一時間就是往蒙古這邊看 這邊被打了一下之後 開始往裡面走 而不是攻擊蒙古了 那可能想要打一下 讓蒙古這邊產槍兵出來防守 那蒙古以為自己要被打 事實上的目標是內加喔 直接往內加衝過去 那HERA這邊也是喔 直接往內加衝 也不理外加 OK 這邊有洞喔 衝了進去可能會小傷 好 抓到一村了 這一村看到應該是逃不掉了 這就是偉大的一個危險之處喔 封建時代偉大人家肉麻一過來 可能就被抓掉村民喔 經濟就會開始落後 好 這裡有一隻肉麻稍微抵擋住 但意義不大 那HERA到了後方 發現硬家這邊已經小微微死了 沒有辦法燒到任何一隻村民 直接原地返回 開始進攻印索比亞 印索比亞 這邊居然果子去的村民 沒有為好 好 後面的伐木工 哇 也慘遭毒手 這應該可以拿到一村喔 哇 結果第二村拿不掉 只拿了一村跟一個落馬 好 這時候VIPER也被趕了出來 這邊槍兵過來防守 這裡直接圍死了 好 但是又發現後面有個洞 哇 這個洞又很舒服 這次直接又擊殺了兩村 哇 這邊會讓空兵真的是很噁心啊 空兵控的非常好 好 這邊看到VIPER又上市上前 想要抓一隻村民 當然對手蒙古也開始出兵 開始在攻擊VIPER這裡了 馬扎爾這邊也是轉出了一些洛馬 開始打VIPER這邊 那VIPER這邊有一隻槍兵過來支援 沒有問題 伊索比亞這邊把後面的洞給圍了起來 但右邊還是有個洞 到處都有洞啊 伊索比亞這裡有點慘 好 這時候洛馬開始玩法蘭克家裡走 法蘭克的正面終於圍死了起來 好 蒙古這邊繼續出洛馬 這邊想要衝進來應該是沒問題 好 看一下VIPER上方的洛馬 遇到馬扎的攻擊力非常高 天生1共傷害5加1 6共傷害打VIPER5加0的傷害 完全打不贏 哇 結果VIPER有一隻村民 帷幕長村民被抓掉可能要死村了 哇 結果VIPER是2B6的團隊裡面 第一個死村的玩家 伊索這邊防守還算是有防跟沒防一樣 但對手完全沒有要進攻的意思 現在兩個內架都是吉利防守 好 這裡轉出了非常多弱馬 想要來擋 伊索比亞這邊弓箭手還沒有開始亮閃出來 使用牆壁再防守 喔 這裡有一隻村民想被抓死 但這邊趕快又繞了一下 結果這裡5隻肉馬去追2隻 這3隻肉馬想來打村民 但是沒有控好 趕快再繞一下 這3隻肉馬又來個釣虎離山之境 這隻村民又要再暴打一波 但又過來 結果右邊的肉馬又回來 哇靠 這個條戲 最後還是擊殺到法蘭克的村民了 好 右邊的肉馬還在繼續燒到 白魄的外面牧場的部分 白魄的肉馬本身還是在這附近 稍微遊蕩 內部的部分已經被馬札爾 還有利桓給逼退了回去 沒有辦法再繼續抵抗 這邊被迫轉了一些槍兵過來防守 但下方的部分也有槍兵在擋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這裡要趕快再防下 好 肉馬的部分 兩邊都在陷入膠著狀況 欸 這時候可以拿 哥倫麥克是不是想要集結一波啊 看起來他們兩個想要連手 去集垮一家 當然法蘭克這邊的防守 兵力其實蠻多的 而且右邊就是馬渣的人 可能要打到東西也不太好打 這裡直接選擇了撤退了 好 結果家裡陰家開始出了少量的老鷹 開始來騷擾 這裡開始轉出了三個射箭場 OK啦 這邊在升城堡時代的樣子了 OK 50% 這邊一手必要動出關 五隻槍兵配兩隻小弓 開始進行前壓囉 上方的長槍兵開始給紅色更多的壓力 馬就這裡再依序補下 好 這裡也能修得回來嗎 這個牧場 硬修一下 血量開始慢慢拉伸 好 那還有10%才能 升級好城堡時代 牌伯這邊則是還有50% 這邊肉馬繼續給牌伯壓力 好 當然肉馬這邊也是想要去拿馬渣 馬渣這邊都圍死了 這時候可以把所有的兵力挽回救 好 轉出了馬弓 好 下面開始往右走 這時候 Viper應該是想要趕快去升到城堡時代 轉個駱駝或是草原騎兵喔 為什麼是駱駝 因為現在都是出馬 但是駱駝本身沒有操作空間 就只能跟對方硬打 所以草原騎兵可能會是 Viper的 上城堡時代的一個首選兵力喔 因為你要選一個能夠秀對方的兵種 才可以打出這個交換筆 我們俗稱的KD值 兩邊都是互打的情況下 很容易換不贏喔 而且對方是有出量優勢的情況下 因為對方有三家嘛 第一個人要扛三家的部分 所以還是選擇有可以操作 感覺去秀對方的兵種是比較有優勢喔 例如頭車 奴炮 馬功喔 這類的單位喔 只要有射程單位喔 都很適合 好 那... 欸 果不起來 Viper的轉圈是草原騎兵喔 沒有轉駱駝 那駱駝還有一個問題喔 遇到槍兵的話就完全不行 但是草原騎兵的話 還可以用這個異攻的射程喔 去交換對方的長槍兵喔 這邊馬功的數量越來越多喔 來到了八隻 這邊弓箭手數量越來越少 好 伊索比亞被迫轉出了一些毛兵怪防守 白河這一邊的洛馬又再次衝了進去 好 黑雅這邊洛馬也想要進來嗎 但是白河這邊沒有控好自己的洛馬 直接全部送掉了 黑雅這時候想要進來 但應該有意識到後面有洞 好 正面法蘭克的洛馬過來支援一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這邊受到了隊友的幫助 但是沒有跟隊友同進同退 所以有點又被追了上來 法蘭克要再上去幫忙嗎 直接撤退了城門裡 好 這時候法蘭克馬扎爾 印加利陶 四家內加都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了 現在只剩兩家的外加 還在封建時代積極防守當中 這時候印加展出了一些老鷹幫忙 但是也直接被射掉了 好 右邊的洛馬一直沒有冒然上前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判斷喔 這裡不要上前喔 趕快把這個洛馬升上去喔 等一下二防二攻喔 再打會比較好 再以刺猴狀態去打的話是很虧的 這時候升到新奇兵 好 黑雅這波洛馬賺到了一些村民 但是好像沒有繼續控的關係 直接衝到了下方 要來損失所有的洛馬 好 黑雅這邊也是把一隻村民逼到了這個角落 好 草原騎兵開始往左邊衝 開始放一下黑雅的攻打內加 而不是直接往右邊打蒙古喔 這樣就有點危險 好 這時候馬公繼續往前給對手壓力 當然這邊已經往山洞城鎮中心 草原騎兵應該沒有辦法藏到太多鐵石 原來自己草原騎兵的遠防是一點而已喔 以前是零點喔 現在已經好一些了 草原騎兵的防禦至少坎了一點 沒有像以前那麼慘 遇到城鎮中心就會直接融化了 至少還可以扛得住一些傷害了 當然遇到3T是要騷擾實在是不太容易喔 好 這時候蒙古轉出了大量洛馬 還有草原騎兵駱駝 三種的馬舟單位全部都出了 再來打一個超級的混搭策略 草原騎兵這裡沒有空喔 直接送掉了 左邊草原騎兵遇到老鷹的壓制 也是被逼退了出來 右邊這個肉馬還在努力想要打掉 但上方的肉馬已經過來幫忙解 馬造直接堵口 讓viper沒有地方可以逃掉 下方的肉馬還在繼續拆除viper外加的 外面的木牆 左邊的馬弓還在努力抵抗 伊索比亞這邊的戰毛兵 加上攻兵的組合喔 好 這時候法蘭克人終於轉出了騎士幫忙血防 好 viper的槍兵全部送光 這時候viper轉出了3TC 準備開農 但這裡有一波騎兵直接衝到了 克拉家的城鎮中心喔 但還好 凡克這邊打得很穩喔 有二防才衝的 所以並沒有損失太多的單位 好 接下來viper跟克拉有點被逼退到家裡喔 只要一旦不能騷擾對手 經濟差距可能被拉開來喔 因為你只能農一家的經濟 對方可是農三家的經濟啊 不一樣啊 人家是三倍開農 你是一倍開農 這一位的防守的話 可能是慢性死亡 所以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去騷擾一下 好 黑亞這邊又再次騷擾到了這邊法木工 伊索比亞已經算是半死不活的狀態了 一直都在封建時代 好 這時候草原騎兵的數量只有7隻喔 遇到對方這個大量軍隊喔 17隻的騎兵單位在這邊想要來一個集結 當然viper把所有的軍隊往回拉了 這裡有20隻做個集結交換其實還不錯 但對方蒙古的打架也打得不錯 直接把viper的草原騎兵喔 戳到只剩下15隻左右而已 好 當然這時候立陶安有點在送兵喔 並沒有控好自己的騎士 直接送掉了兩隻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長槍兵喔 過來上前硬戳 而且攻擊移動速度很快喔 直接戳掉了幾隻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開始往裡面戳 唉唷 又戳掉了一隻 看起來viper打起來還是有點吃力的喔 這邊太多的馬舅單位 還有長槍兵 左邊也有少量的印加勞印在做騷擾 這邊又派了一隊馬弓 到了後方想要去騷擾 這個不騷擾真的沒有機會可以的喔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 跟對方存擾的話是很難打到東西的 現在要多獻騷了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對手 viper這邊19隻的騎兵單位 但是後面牆兵很多 能不能包掉viper這一波的草原騎兵呢 當然viper這邊開始做拉打 這邊拉打的效果還算不錯 還是截掉了一些騎兵單位 後方馬扎這邊偷砍房子在裝盲 事實上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這時候槍兵突然上前硬戳 結果草原騎兵直接散開來 解掉了所有的槍兵 這邊槍兵直接被打退之後 正面只剩下少量的騎兵單位 viper的草原騎兵數量也不多 也只剩14隻 但是這邊操作秀得非常好 換到非常多的單位了 騎士已經沒有很虧了 那這邊馬公也是逼到法輪克的家裡 法輪克這邊被迫拉了所有的騎士回防 這邊回防應該是能救得到 這邊草原騎兵上前再抽掉了幾隻單位 前線補了一個修道院來遭享草原騎兵嗎 蒙古這邊打得很不錯 紅色的蒙古 這邊草原騎兵加駱駝 一直給viper很大的壓力 基本上他一個人可以扛住正面 不會被viper直接給滅掉 後面那兩架就直接單純存擁 轉出優俠 基本上就沒救了吧 但蒙古這邊也可以轉出蒙古圖技 所以還不好講 所以如果蒙古這邊可以轉得出來的話 蒙古圖技 viper應該是還有機會可以打得贏的 雖然目前看起來 2v6玩家 6位的玩家是比較穩的 兩位世界冠軍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 這時候黑塔轉了一個小小的洞 擊殺掉幾隻騎士 這邊突然在升帝王時代喔 這邊在發光 帝王時代補下 麥可這邊則是還沒有點帝王 這邊剛剛一直被迫 轉出了非常多的草雲騎兵在防守 競用時代難點是正常的 好 當然有城堡之後 就可以轉出蒙古圖技囉 這裡馬功開始防守 但這邊伊索比亞轉出了很多毛兵 這邊毛兵打得很好阿 伊索比亞 但這裡由於沒有升防禦的關係 被馬功射還是有點痛 這裡不如別跑了 直接回頭暴打吧 還是被跑掉了 這裡馬功又一坨再燒了硬家 但那家的法蘭克也過來營救 這邊內戰 還打得還可以喔 感覺1000加聯盟 感覺要打贏MIPER他們了 繼續瘋狂壓制MIPER MIPER有機會嗎 要不要把他再轉出一個城堡 補正面這個位置喔 這個防止低調 蓋這個位置感覺還不錯 不然正面的壓力太大了 一直有這個騎兵 進來偷打MIPER MIPER這時候 突然跑到法蘭克家裡正面 想要跟黑卡進行聯合壓制 但沒有想到黑卡這時候已經回家了 去做一個防守 準備要來正面進攻了 這邊轉出的是衝車 還有大衝車升級 好左邊補下一個城堡 要來守住主經的位置 但正面的部分還是被立陶宛的騎士 一直燒走當中 但駱駝遇到槍兵就只能撤退 就不像草原騎兵了 還可以修操作 好但是這時候可以拉了一些馬功 過來營救MIPER MIPER這麼快又扛不住了 哇 MIPER有點慘喔 村民宿有稍微下降 但還是很多 121村 那目前村民宿最少吃伊索碧亞 49村而已喔 那立陶宛是78村 反而各90村 一家是103 馬炸是89 村民差距都約為2-30村左右 那贏家這邊勞煙轉得出來 打馬功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戳掉幾隻馬功 好這時候終於 衝車開始頂了正面城門 這時候駱駝沒有控好 上前跟槍兵打了一下 好這一波的駱駝 加上草原騎兵好老頭 騷擾有點麻煩 好這邊可能要被召走了 哇一隻某個土地被召掉了 好這一波的包夾 能夠打得贏嗎 上方有非常多的重裝馬功在輸出 重裝馬功已經升級好 攻擊力7加4的傷害非常的高 正面的蒙古完全打不育 因為他還在城堡時代 正面的大同車已經開始在 都跟伊索比亞的領地 左邊的城市中心可能也要不保了 這時候 白柏在中間補了一個城堡 上來鎖住正面高地 要把Hila跟自己中間 直接領地 給撈撈圍起來 好但這時候 白柏轉出了非常多的草原騎兵 在後面繼續多線騷擾 那這個觀念非常好 確實要一直騷擾對手 才有機會打地呢 但是櫻家這邊的食物消耗減免太多了 這邊敲兵數量非常的誇張 可能秀超多會秀我太累喔 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 好但這邊大同車已經解的差不多了 這時候伊索比亞這邊瘋狂挖石頭 想要在這邊蓋一棟城堡嗎 好這邊法蘭克中午要出關了 32隻騎士 而且已經升到了帝王池袋 重裝騎士應該也在升級當中了 好這時候蒙古又轉出了更多的草原騎兵 這時候MIPER中午點下了帝王池袋 升級好了 結果正面的蒙古圖技 直接被立陶宛抓了個正早 哇立陶宛這一波騎士 抓掉了蒙古圖技的數量 這樣就尷尬了喔 MIPER損失了這一頭的蒙古圖技 數量又要重新堆疊 還有一段時間喔 經濟來說沒有那麼好 這時候大量重裝騎士 衝到了黑達家的領地 重裝馬功能夠擋得住嗎 這裡也沒有轉駱駝 或者是長槍兵 好正面的大量馬功想要來 突破鷹家的領地 看鷹家這邊拉了非常多的槍兵 還有老鷹過來想要防守 這一波防守能夠扛下來嗎 老鷹加上長槍兵 繼續往前突進 戳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馬功 後面又補了更多的老鷹衝了過來 第一時間打的是衝車 衝車解掉之後 又再繼續進攻馬功的部分 馬功的數量只剩下少量的五到四隻 這一波可以解的一乾二幾 沒有問題 但正面部分 在白鷹加上黑塔的馬功加上草原騎兵的聯軍 戳掉法恩克非常多的村民 但正面有個城堡 要繼續打進去可能會很困難 下方的馬造也開始繼續進攻白鷹的領地 也已經升到重裝騎士了 待會遊俠出關的話 白鷹還有機會可以拿下比賽嗎 正面蒙古徒技繼續速度繼續出 但雖然還是太少 正面遇到遊俠的情況下 至少要三十隻起跳 可能四到五十隻會比較安定一點 好 但正面法恩克也是 拉自己的所有重裝騎士 回舊 這一波馬功可能要送光了 黑鷹可能會有點兩頭燒 正面有大量的老鷹在往前 老鷹這時候雖然防禦還沒有滿 但是數量一多貼上來還是會有傷害的 這時候在這裡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哇 白鷹真的扛不住 下面馬功開始拉打 後面的紅色蒙古的單位 開始在後面攻擊後面的伐木工 這邊立陶王也不控這坨兵了 直接這邊開A 可能看到城堡蓋起來還是選擇的撤退 終於補了中間這根城堡 但這根城堡能夠扛下來嗎 後面這一坨的蒙古的大軍 還是沒有解掉 這邊防水是守得很辛苦 但自己的兵種還是全部送光了 這個有點尷尬 你怎麼拉著戰毛兵一起往前呢 騎士只會慢慢走 騎士跟戰毛兵不能一起編隊 不然就會變成這種狀況 騎士為了搭配戰毛兵走得很慢 這時候蒙古的肉馬們 直接衝了兇人這邊的村民 騎士這邊有點難打 左邊大送車來解掉 伊索比亞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果然被見人起來 但也要馬上被拆掉了 速度馬攻擊往前補 Viper這邊防守有點吃力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蒙古土器 幫忙佩拉這邊蓋城堡村民 這根城堡想要來跟Viper連接起來 讓這邊沒有空地 可以讓他們隨意進出 後面這邊的草原騎兵跟洛馬 解掉了非常多的佩拉的村民 打的還算是蠻不錯的 這個蒙古打的真的蠻厲害的 看不出來是1000多分的玩家 這邊有點撞城堡了 這雙Viper的蒙古土器 數量來到32隻 數量越來越多 但這邊也終於點下了化學 剛剛一直沒有化學 傷害有點差 這邊想要衝進來 但這邊馬上圍了起來 沒有衝進來 很可惜 這邊只能回頭 如果說的話 我想要進去裡面硬抓 這時候 硬家轉出了非常大量的英勇士 開始反擊正面的衝撤 馬攻這邊過來防守 能夠擋得住這一波硬家的衝鋒 後方的草原騎兵 再次燒到Viper 跟克克後面的伐木弓 說明又再次死傷慘重 正面的蒙古土器 又要再往回拉走 去防守嗎 但你拉走的話 狙型偷使機可能會被拆掉喔 好 這邊終於擋住硬家的衝鋒 但還是瘋狂展出了長槍兵 跟老鷹在進行前壓的動作 但後方這邊 囤了非常多的衝車喔 第一頭想要從後面偷來 有機會成功嗎 好 蒙古這邊直接上來點射 射掉一台巨頭之後往回走 好 那上方馬扎爾城堡 可能拿不下來了 巨頭只有一台要拆除很困難的喔 好 這時候Viper的 37隻的蒙古途徑 開始往前硬 欸 要來點射掉了一台巨頭 點射之後就跑 後面的遊俠就不理 好 這時候 立陶宛拉了幾隻重裝騎士 想要來研究一下這邊衝車的部分 那麥克這邊村民史上一點慘重 村民處只上110吋 好 貝拉這邊遇到法蘭克大軍 法蘭克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但戰毛兵沒有三級射 而且防禦也沒有升級的關係 所以被馬弓射到有些有點痛 但是還是用利用戰毛兵額外增上的效果 打掉了非常多的馬弓喔 這一波交換其實沒有到很虧 好 這時候突然大軍 直接潛壓到了Viper的城鎮中心裡 這邊超多的重裝馬弓 這邊重裝騎士 直接被蒙古途徑給射了掉 這邊衝車也解掉了 但是正面的頭側的威脅 還是沒有解除 後方的衝車問題 還是要想辦法解掉才行啊 好 現在那家兩家 立陶宛跟馬渣亞都已經升級到了 遊俠 Viper這邊還要繼續出蒙古族去硬扛嗎 還是要短點重裝駱駝呢 好 上方的馬弓也是在繼續抵抗當中 這時候Viper跟沛拉 突然打出了結局 哇 結束的有點突然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沛拉拿下第一名的勝利 第二名是由Viper 不是Viper 是蒙古 這個蒙古贏了500分 Viper反而是第三名 這個蒙古真的玩得很漂亮 真是MVP等級的 光靠他一個人就擋住Viper 進攻的途徑 讓Viper也不敢冒然去後方騷擾 Viper也在前方 Viper一定要先解決他 他就好像是那個 守衛一樣 你想要打敗我 先經過我這一關吧 這種感覺 這個紅色蒙古打的真的是蠻漂亮的 來看一下KD值的部分 KD值的部分 是由沛拉這邊拿下的2.46KD值 相對於一個馬弓可以擊殺2.5個單位 非常多 Viper這邊則是1.5 戰績也算是不錯 由於前騎士出的是草原騎兵的關係 能打出這種戰績也是不賴的 一隻草原騎兵可以換1.5 後面的話 轉成蒙古突擊也算OK的 沒什麼問題 其他的則是0.5、0.8、0.5 果然蒙古這邊操作是最好的 0.81 他的單位都有打在這個刀口上面 沒有白白的打水漂 就會打得蠻漂亮的 法蘭克跟立陶寵這邊 都是很正常的0.5、0.5 通常都是沒什麼栽控兵 才會出現這種戰績 那鷹夾這邊也是 伊索比亞這邊就是單純的消破塊 也算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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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